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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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煙火 劃破一晚星空 基隆中元祭 17號晚間11點 在望海巷舉行重頭戲 施放水燈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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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中進會水燈頭 依序點燃 救難人員 一個接著一個 推向大海 民間相信 火燒得越旺 運勢就會越好 也象徵帶走民眾 對好兄弟的 恭敬之意 我們整個水燈你仔細看 很多的鳳凰 為什麼要放 以前中進會都是 我們所謂所說的 中進會都是 由男性在參與的 那因為現在 兩性不全 最愛的活動 中元祭就是放水燈 我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每一個中進 都有他們最大的寬容跟愛 表示對過去的老大公 他們的一份心意 更重要的是 把水燈放到海裡面去 鄭重的邀請他們 明天可以來參加 中元祭的普通 金融市消防局救難大隊 出動大批人員協助 中進會釋放水燈頭 務必做到安全第一 我們警銷總共出動了 14位同仁 然後還有救助中隊 出動了8名同仁 還有我們救難協會 總共出動了24位的同仁 還有我們準備 4艘的船艇 以及2艘的遙控救生圈 那今年的海象呢 是在8點15分左右 是滿潮 那在凌晨1點多的時候 是乾潮 所以目前應該是屬於 退潮的狀態 搭配傳統的放水燈 然後再加上 在水燈下水的時候 會同時施放煙火 那這個是對攝影玩家 一個比較大的吸引力 那另外就是 我覺得在傳統上面來講 水燈頭的一個紀錄 也會是在基隆的一個傳統上面 非常大的一個節目 副市長邱佩玲 民政處長張淵翔 文官局局長江提梅等人 全程參加放水燈儀式 邱副市長特別感謝各中心會 在籌備過程中 付出的努力和心血 也期盼這場盛會 能為金融及全國帶來祝福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